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跑 今天呢是德木赤兔的 德木赤兔代胎的第51天 也就是马上进入生产倒计时了 现在呢咱们今天给他准备一个产房 因为他生小狗嘛 要给他准备一个产房 赤兔 大家看他的肚子啊 他肚子已经很明显了 而且今后是一天比一天大 现在也要 那些生产前的准备工作 也要开始了 赤兔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地方 就是我给赤兔准备的产房 是在一间地下室 为他腾出了一个空间 地下室呢 冬暖夏凉 冬天这里面的气温是不冷的 即便是没有开暖气什么的 也是比外面要暖和 之后他布置了简单的一个产房 我用的是这种围栏 就把这个东西给圈起来了 然后四周都用铁丝给固定住了 防止它扒开 这个地方就是固定用的铁丝 防止它扒开 这个呢是个取暖灯 到时候找东西往这一挂 差不多就布置好了 这屋里有点乱 可能有点看不出来 到时候挂个灯 它的温馨的产房就做好了 现在不用挂 它还有一个星期就生产了 等生产前再挂也行 故随屋里也不冷 接下来把赤兔放进去 走 现在把它放到里面了 它可能先熟悉一下环境 等熟悉一下就OK了 这里面也挺暖和的 吃醋 吃醋 在这儿 好好地待着吧 别捣乱 跟您弄得非常的 得劲 对 握点好好休息吧 准备几天后的代产 这里挺安静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儿 我会后续一直更新 它的生产动态 有喜欢我的朋友 可以多多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跑 拜拜